众众老爷们大家好,感谢收看桑那书为您带来的DOTAR直播比赛解说 来看一下2021年的PS国际要请赛的比赛 这个是败者组的比赛 VTR的双方分别是VP和在今天的第一轮比赛当中获胜的Spirit Spirit在第一轮的比赛当中也是战胜了非常受关注的一支队伍OG 战胜了OG然后拿到了一个宝贵的晋级名额 这样的话在本届TI当中前六的队伍就都已经锁定了 前六的队伍分别是三支中国战队老干爹VG和IG 然后另外三支是两支东欧赛区的队伍VP和Spirit 也就是现在场上的这几支 那么还有唯一的一个西欧赛区的独苗Secret 本届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说的话 上一期节目的结束结尾我已经说过了 但是可能有些观众看完就关视频了 所以在这块可以再给大家说一下 对于中国战队来说有一个好消息 有一个坏消息 好消息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锁定了前四当中的两个席位 也就是说前六当中我们占了三个席位 前四当中我们占了两个席位 已经是占到了一半 那么但是一个坏消息就是 有一支中国队将止步六强 因为下一轮的比赛是IG对战VG 这两支中国战队一定会决出一个战队被淘汰 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 好了那么其他的比赛说完了 我们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来 看一下VG对战VP对战Spirit的比赛 这场比赛呢是双方B3第一场 一上来就是掏出了美毒沙 一上来在第二首就拿出了美毒沙 第一首大牛 第二首美毒沙之后 对方是拿的蚂蚁和潮汐 看到美毒沙之后 对方选择搬掉了帕克 末日和紫猫三个英雄 拿了一个卡尔 然后再加一个霍兰支援 这个卡尔这场比赛 其实这场比赛的这个卡尔 蛮适合去打火卡的 因为前期兑现的时候 霍兰支援的税在游戏的前期 就可以创造出来一些让卡尔用天火的机会 然后在潮汐打三后也到六级的时候 潮汐这边可以去配合卡尔的天火 也是能够完成一个比较廉价的击杀 就至少卡尔这边比较廉价的一个击杀 最后两手肯定要搬一个虚空 这个是板上钉钉的 绝对不会放的一个英雄 那么VP选择在第三次手拿出来的是船长和Lion 昨天VP也是被老干爹的两场比赛的船长给打爆了 看来也是下定决心 要把这个英雄仔细的研究一下 一方面是自己用一用 看看效果怎么样 一方面也是自己多用 感受一下这个英雄怕的是什么 这个都是有帮助的 最后一手VP这边差的是一手三号位 而对方这场比赛现在差一个大哥 Spirit的一号位英雄池 现在来看被搬的七七八八了 求稳的话可以选择拿类似像TB这样的英雄 如果不求稳的话 偏一点可以拿一个地法师 拿一个地法师 有个人说突然在想中了雪魔大之后 被萨尔恶念撇视回去 再被船长拉回来 会不会掉一大波血 雪魔的大招伤害是在0.03秒吧 好像是时间里面 如果对方的英雄移动的距离超出了1300码的距离 就不会产生任何的伤害 所以像你说的这样 被萨尔恶念撇视回去再被船长拉回来 如果这个距离是在1300码的范围以内的话 那么确实会掉很多血 但如果是超过1300码的范围的话 就完全不掉血 这样说应该就比较容易理解了 然后1300码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呢 就是女王一个blink的距离 因为女王这个英雄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二技能这个blink的距离 满级blink整整是1300 最后一手 那么VP掏出了几乎在本节比赛当中 只有他们会使用的这个三号为大屁股 最后一手扳掉了虚空和露娜两个点 那打这场比赛 VP这个渗容 Spirit其实有点不好打 TB现在没边选了 因为大屁股打TB 虽然不是说雪克 但是确实对TB这个英雄的输出 有很大的影响 远程大哥位这场比赛 之前有队伍曾经用这个二姐小黑 打过一姐美多莎 效果呢也非常一般 当然那场比赛 这个二姐确实用的比较一般 这个也确实是客观存在 不行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以考虑一手 抵把尸 如果不拿敌法师的话 他们这个阵容现在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选择了 说实话 拿了一个大圣 大圣去打一号位 然后跟对方的大屁股对线 蚂蚁去打四号位 再加上五号位霍蓝之鸮和三号位的一个潮汐 从阵容上来讲 这场比赛我还是非常看好VP 不得不说这样比赛VP在BP方面 比Speria的要出彩的多 真的是要出彩的多 招牲目标 招牲目标 很广告 很广告 相比在从阵容来讲的话 由于VP这边拿到了美杜莎这个大哥位 然后剩下哥四个英雄都属于是 极其能扛局势的英雄 除了Lion这个英雄 在防守方面可能偏薄弱一些以外 剩下这哥三 大屁股加美杜莎加大牛 你闭上眼睛想想这三个英雄 你闭上眼睛想想你的对手里边 有一个大牛 有一个三号位的大屁股 还有一个大哥位的美杜莎 你想你说这个高地你怎么上 你闭上眼睛想 你这么菜 你的队友不会生气吧哥哥 所以就这场比赛 他的阵容拿出来以后 Spirit这场比赛 就是如果他们再拿到优势 想上高地的话 尤其是他们这场比赛 这个阵容 又是一个可以说上高 比较苦手的阵容 可以预见到的 就是这场比赛 如果VP是优势的话 这场比赛会 结束的会比较痛快 但如果VP是烈势的话 这场比赛 只要VP想 我可以在高地上 搓麻 搓你两个小时 他这个阵容 搓高地的麻将 实在是太强了 他说隔壁S11中国战队雪崩中 哈哈哎这个我觉得没必要啊 这个我个人还是非常希望那个中国的这些职业队伍都能够就是电竞的队伍都能拿到好成绩 这个是实打实的这个恭喜 再说了 隔壁就算是什么成绩都没有 游戏在线人数也是咱们的不知道多少倍 这个我觉得咱们不用去 真的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年代 大家没有必要 就玩DOTA的玩家和玩路瓦路的玩家 已经没有必要去相互攻击了 大家一起去攻击 玩手游路瓦路的就可以了 其实隔壁也在也在摔落了 就是整个从游戏的这个玩家人数上来说已经在摔落了 这场比赛开局一上来一波开户了以后呢 跟对方照了个面 但是并没有打起来 这波神服方面的话 两边对上路的这个神服好像都是有些想法 这波蚂蚁开始缩地 不过这个缩地是提前开的 这波拿不到 VP这样的话是上路的双服 下路双服对方拿到 这个前面期这种追杀的话肯定是杀不掉的 杀的是一个后卵之缘加一个大胜 这肯定是维席 讲道理就现在的这个DOTA的 就曾经的这些DOTA玩家和现在DOTA的主力观众 别说让你们打DOTA了 让你们开电脑你们都懒得开 打开电脑以后最大的概率可能也就是上个玩把缺魂 以为我不知道 说的好像自己都是都是铁血刀兹林一样 其实都是一帮打打雀魂的打雀魂的老年人 还在这儿还在这儿跟年轻人这样说撸啊撸 好意思吗你们 大牛这边扔个魂上来 上路这里顺利的拿到了一个一血 来了一个一血 上路这场比赛是让美图莎跑到上面来 下路交给大屁股去跟对方的大胜对线 看看这波中路船长 中路船长打卡尔的补刀 现在是7-0 卡尔是4-0 而且从兵线上剩余的这个数量来看的话 GPG这边的这个补刀优势还是很大的 对了加好友一起打雀魂啊 开始不当人了 这边Spirit插的这个杀鸡的这个眼 其实是很好反的啊 这个眼要是反不掉的话 这个确实就是技术问题了 上一次看到的有一个队友忘了什么队友了 插的那个杀鸡的眼插这儿了 然后正好高台的真眼看不见这个杀鸡的眼 坑了对面两个反眼的这个真眼 结果都没反掉 看看这把蓝给上一个穿刺 然后呢 为的是赶紧过来去把这波兵给定在这 然后去把这个野怪利用上 但是似乎只抓到了一个野怪 抓到了一个兵线在那打野呢 美兜莎现在在上路的发育 还是没受到什么干扰啊 毕竟上路这边对方是个潮汐 潮汐打月旗很好打 因为月旗手 攻击力这么高 我们这下这个蚂蚁 这下攻击力好高啊 A上来以后 Save这个地方是被对方的蚂蚁拿到一个人头 现在整体的经济来看的话 Spirit并没有落后 尽管团队的补刀方面 现在中路和上路都是对方的一个比较大的优势 但是大胜在下路 现在手握12个反驳 甚至高于自己的正步数 大屁股这样比赛被压得有点惨 两边开局还是一个军事啊 那么GPK的这个船长现在在中路的优势很大 看看这拨蚂蚁开缩地过来 又跑过来绕到后边准备去找一找对方小鸡的麻烦 看这个意思是 不过他过来以后并没有看到对方的这个小鸡 也没有能够干扰对方的这拨拉蚁 看看大胜这里砸下来以后 拉恩感觉这拨又死了 人头最后是被蚂蚁的小蝗虫给咬死的 其实这个地方蚂蚁已经在让了 他并没有去给平A 在大胜下来以后 这个蚂蚁一直在身边站着等着 蹭一个助攻就行了 结果呢最后这个大胜的伤害打完了以后 生一丝血被小蝗虫咬死了 他屁股的补刀这段时间是追上来一些 14-1了已经 但是对方现在有13个反补啊 下落的等级上还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差距 不过话说Siv的这个Lion在前期对线上 打的并不是很好啊 有的一场道理的说 对对方针对的还是有点惨 他说你直播怎么没有 你的频道怎么没有直播的红字 我不知道呀 那个并不知道呀 这块蓝给上一个羊羊猪对手以后呢 有观众问为什么这个打了这么多年 都不明白为什么是羊刀而不是鸡刀 羊刀为什么叫羊刀不叫鸡刀 因为变的都是鸡 因为其实他以前变的模型就是羊 再加上变羊这个是暴雪游戏 一贯以来的一个控制技能 著名控制技能 不管是什么游戏里边的这个变身系的 以前暴雪出的基本都是变羊 而且再加上现在这个版本有皮肤以后 就刀台当中有皮肤了以后 你能变的东西有很多呀 对吧 能给对方变成猪 能变成鸡 能变成这个鱼 都可以 刚才这块大牛这一刀才猪 那掩护一下 不过Nitecore这个地方的 是血量和蓝量都很低了呀 看一下经济情况 目前船长经济选长第一 第二名是对方的大胜和 美肚沙基本并列 哎呦 下路这个地方 大屁股的一个火雨 再加上Line的技能 最后是A死了对手的大胜 要一号为大胜节奏 被断一波的话 美肚沙可以在网上稍微抄一些 你这么猜的队友 不会生气吧 哥哥 这场比赛对于中国观众来说的话 可能就因为没有中国队嘛 所以大家看这个比赛都是心情 可以完全放松 再加上这两支战队 都是偏打架向的队伍 比赛应该很好看 看着这蚂蚁开缩地 追过来以后呢 这块Line还是很理智啊 直接开始往自己的对手身边靠 因为知道如果自己往后走的话 要被对方的蚂蚁单杀 这波还是很冷静的 靠近一下自己的队友 蚂蚁现在在等自己身上蝗虫的CT 有魔精 有这个缩地 然后有一个小薰针 再加上一个蝗虫 他是可以单杀掉对手的 你睡一下 潮汐五级 卡尔激冷 磁暴 接一顿皮威 直接A死了 还差一下 卡尔一个吹风收掉 卡尔在打掉对方的美肚沙以后 现在经济是暂时排在全场第二 船长这边灌到了一个隐身服 3比3开局的人都说 那么GPK的这个船长呢 现在是已经有了八级的等级 下位鞋瓶子 然后下一个装备做避招 VP这个队伍也是有点意思 感觉这节比赛的队伍 就是大家都在当 都在血轮眼 都在血轮眼 每一个血轮眼的队伍 都在盯着老干爹 各种复制老干爹的这个套路打法 然后呢 再想办法把它融入到自己的一个套路里边来 当然了 这个开个玩笑啊 这只是 其实GPK他本身自己也打 自己也打这个船长 这个英雄 但是GPK在这些TI里边呢 这船长好像用的是不太多 整体来说不太多 看来这里卡尔给上一个旋风瓷暴挤冷 美兔杀这个魔伴感觉吃早了 魔伴吃早了 队伍这边支援过来以后 大牛给上一条CT 船长这应该是在等自己水刀的CT 不过没用上 还是跟自己的队伍一轮合击 直接把对方给带走了 这关又是 把抓到对手这个死血的一个蚂蚁 抓到完了以后 怎么还买一这么一了 Spirit这个 这边大圣上来 想要去偷掉save 没成功 剩了一丝血 不过这一波对方一号为大圣 这个反应确实是够快的 A完了这一下没死 果断的就直接上树了 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这刀 我能不能A死对方 A死就A死了 没A死的话我也肯定不会追了 所以直接平A完了以后 就从这个平地上就开溜了 这里蚂蚁跟大圣两个人来追 这是这个船长 船长这里给上一个水 没有水到人 坎尔赶过来以后 给上一个急冷 加上磁暴 一个吹风 落地这波死不了 有没有魔伴 来不及了 他的魔伴其实是有的 但是他没有吃 他可能觉得这波吃了以后 也还是要死 没有队伍蹲了 这波 这个不是自信回头 这个不是自信回头 这波如果他没有直接跳走 他就跳不走了 所以他必须要直接跳走 自信回头 是我在追击对伤 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 我回头了 那叫自信回头 开飞机的团哥哥大佬的 比克拉 还有NP大佬的冠军盾 谢谢老板 卡尔现在的一个经济 是排在六个大哥位的末尾 这段时间带节奏带的 并不是很顺利 而且事实上 从这一届比赛TI看下来 大胜这个英雄 当他的打一号位的时候 中单最好是拿一个偏发育相的 效果可能会更好一点 这里船长直接标记 加上一个船 拉回来 水道给上去以后 然后大牛这里给上一个魂 这个水道准 这个水道准 我用英文玩的 谁能解释一下魅魔是哪个因素 魅魔 魅魔是DOTA2里边的 难道他说的是女王吗 魅魔 魅魔的模型在DOTA1当中是女王 但是如果是魅惑魔女的话 是小路 那边大屁股 被这帮四个人过来 一波围剿 直接带死人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 只有这两个可能性 一个是小路 一个是女王 碳是从名字上更贴近 还是从模型上更贴近 那万一是镊子呢 那可能 那你可能暴露了你自己的这个特殊的一些癖好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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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miral is on board they're beating on dyer's top tower not much goods happening to radians bottom tower they're beating on dyer's top tower 人都说7比6 vp领先着2000家的一个团队经纪 其实spirit这场比赛这个 现在可以说spirit是一个 巨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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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一个猎势 尽管团队经纪线只落后2000 但是他的这个阵容 中单的冰雷卡加上大哥为了大胜 3号为了潮汐 4-5号位是蚂蚁加上护卵支援 这个阵容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对方只要把bkb打开以后 他们就再也打不动对面了 而且他们这个阵容是一个前期阵容 还是一个前期非常快节奏 然后以压制对方的发育为主的阵容 你一定要去压制住对方关键点的发育 特别是对方的美杜莎和船长这两个点 然而现在对方船长经纪第一 美杜莎第二 几方这边的经济潮汐第一 所以现在这个虽然团队的经济差并没有那么巨大 但是整个场面上以及对应的阵容来说的话 现在的这个劣势已经相当于是 实际上从战斗效果来说的 相当于已经落后了一万经济了 这边霍兰巨蚊拉住 这波救不下来了 船长这波是救不下来了 当然这里大圣在上路这里追到对方的一个 然后呢这里开了一个吹风 这个吹风准 这个吹风把莱恩所有逃生的路线全封死了 他说等他们打完了 可以转播一下飞船发射吗 这个东西我不能转播吧 这个玩意儿应该是有版权的吧 船长这个地方是采取跟 昨天完完全全是跟莫言的这个船长一模一样的操作 所有的一个出装打架的思路 打钱的思路都是一模一样的 虽然这些都是很基础的操作 虽然这边大牛CT三连 美兜莎开大招 过来以后留住对手的一个潮汐 看看这一波的位置 JPK的船长给自己挂上船游 挂上了 船还撞到了对方的一个霍兰支援 这里再去切臂章活下来了 身上中着一个魂之灵魂 切臂章都活下来了 让到船长还没死 另外一侧这边美兜莎和大屁股两个人留住了对方的卡尔 这个卡尔走不出去了 还会再缠一下吗 没有 差一丝血 没有打掉 这个地方霍兰支援很关键的给了一个税 但是后边还是船长被对方大胜追过来以后 完成了一波击杀 大胜得再上树 人都是8比9 大屁股被卡尔这边给了一把天火 这是 这是给了一把天火 还是怎么死 大胜这块上来以后还要追吗 这美兜莎现在可以开始打了 其实已经 来给让一个穿刺 打屁股不打了 在打的话对方的这个大胜也是能把血吸回来 没啥意思 这里 这放个伤害好高 满级的被动家满级大棒的上来这一件确实是厉害 这样的话这波打到的船长节奏被断了一波 对方大胜的经济现在追上来一些 潮汐的经济 还是保持的不错 卡尔的经济仍然没啥变化 还是比较惨 这波团战就是整体打下来以后 之所以VP这个没打过 其实就是他们的第一波爆发全都给到对方潮汐以后 其实就不应该再打了 因为他们后面没有输出了 第一波所有的爆发控制 包括美杜莎的大招 大牛的cd三连全给了 这个时候再不是什么意思了 LangeD圈刺打断对方的技能 然后直接掩护这个船长撤回来跑下 但是不管怎么说 JPG这个船长刚在这波团战当中几次切币章切的确实很漂亮 中国巨大猎势 这个刀线是巨大猎势 你这里不是团战打赢了没有意义的 现在根本就没有到VP这个阵容的发力期 相反这段时间一直都是Spirit的应该发力的一个阶段 就他们这么大现在这么大是对的 LangeD圈刺给上去 JPG切一下壁章 被一大棒子直接敲死 根本不给你切壁章的机会 大猎势砸下来 留住对方的Lion Lion这个地方被大胸直接打出了阶段以后 一棒子敲掉 nice 然后大胸完成了一波双杀 就是 现在游戏是19分钟对吧 正常情况下来说 应该是这个节奏至少应该是已经连续打了8到10分钟 嗯 才能说这场比赛现在Spirit是有一个 就是赢下这场比赛的可能性 都不能说的是优势 只能说他有能赢下 具备了这个赢下比赛的可能性 这个阵容你再往后去打一会儿 你就会发现这边Spirit越来越难打 他的这个加速和他现在打架的这个强势 是早就具备的一个强势 不是现在刚刚具备的 美毒杀是一个在现阶段完全没有战斗能力的英雄 你这边是全民皆兵 而且你的双大哥的战斗能力都很强 在游戏前期 现在美毒杀的经济有一万块 对方的大圣也是刷到了一万 船长的经济现在掉到全场第五位 不过还是比这个对方的卡尔要肥一些 这里大屁股开大去救人 把大哥救回去 那算 看极限的一个地方给救回来了 这边大圣被留了 大圣这个位置跳了半天 大圣在对方的半场跳来跳去 真正意义上物理的物理加意义上的一个跳来跳去 戴美毒杀的冰眼快出了 大圣这边节奏被断 那么短时间又没法组织相应的进攻 VP则直接是打一波追身 开悟过来进到对方家的野区 由于他们在对方家优势路野区有一个眼 知道对方这个人并没有在靠左侧的部分打前 所以直接是上高摊往右转 来这块打仙手大牛准备接CT水船一阵爆发 最后以刀直接剁掉 那混乱绝缘这里是睡了一下船长 然后紧接着一个大圣拉住 可是你没有大圣没有卡尔 这个卡尔复活 这个大圣复活了 大圣复活以后过来以后 击杀到对方的一个船长 但是这个船长人头是被兵线拿到的 我的天哪 平分了一波这个经济 看这儿大牛这波踩一脚 踩住了对方的大圣 但是走不掉 大圣短头一棒子直接敲掉 我燃了更多 这两支战队 打到现在为止 还是一直全称在打架的 Spirit这个时候赶紧过来控盾 但是其实美杜莎现在已经有冰眼了 有冰眼加魔龙枪 这个美杜莎已经具备刚攻击的英雄力 潮汐 哎呦我刚说完 完了这个美杜莎又糟了呀这波 美杜莎这波直接被对方要带走了 大招是石化住了对手很多人 但是大胜提前转头 大胜没有石化住 美杜莎没有机会撤退 这波直接被对方抓死以后 Spirit可以过来打一个肉身盾 这波这个也是在发愉悦的这个鱼 哈哈哈哈 大屁股被对方霍蓝支援睡一下 但是Line过来以后直接给上一个 哎呦 这光没死吗 阿托斯定的稍微慢了一点 还是没死 哎呀烧死了烧死了 他这个走位有点问题 一直没躲开大屁股的火雨 大屁股就让开大火 接着就让带回去 这样的话下路占了对方一个 火轮支援的便宜 然后带皮股开大直接回家 中路船长这个地方利用自己的插 然后上去清一波兵线 还是跟正常的一打前节奏一样 这波打完了以后大胜过去打肉山盾 拿到了肉山盾以后 现在领先这五个人头 团队经济双方基本上持平 卡尔还是落后对方的 中单两千块钱左右 好奇一场比赛是直接做一把天堂 跳刀挑战天堂向尾鞋 看下这波上来又是要 我发现他们对这个潮汐有特殊的情感 哈哈哈哈 就是要弄这个潮汐 标记拉回来 卡尔就让给上一个吹风 这潮汐就是打死 屋里输出不够的话 现在这个阶段打潮汐很难的 潮汐就要给上一个毛鸡 然后呢 美图沙在拿冰眼的年 来过来再给上一个吹风 终于把对方的潮汐打死了 五个人追了一辈子 大胜开BKB 直接秒掉后白的大牛 棒子敲完 交大 这个时候美图沙选择开启大招以后往外走 追对方的蚂蚁 追对方的蚂蚁 这个时候撒一把粉并没有抓到 没有抓到的话 这波团战暂时是完成了一个大牛的一关二 潮汐跟混乱支援两个人 换掉了对手的一个大牛 然后这波团战打下来以后 双方短时间内还是没有办法再开下一波团了 核心技能都用了 大胜的大招开过了 对方的美图沙大招也开过了 大屁股的大招像CD还没有转好 大牛还没有复活 短时间内打不起来了 卡尔这个英雄 前期如果带节奏带的并不顺的话 他就是会变成这样 打着打着就变成OB了 卡尔没办法 他冰雷卡就这样 现在对于Spirit来说 他们就属于是已经 这个比赛对于他们来说 其实要变得越来越难打了 对方的人越来越肉 他们这边的输出 却没有什么能够继续成长的空间 这场比赛再往后打的话 由于阵容里面没有有效的强力的无视母免控 只有一个混乱之缘的持续使法 所以卡尔这个点的输出是很难去有一个有效的成长和提升 再往后拖 拖到二主机以后 有可能能够成长为下一个输出点的那是潮汐 但是潮汐没有任何的物理装 那下一个阵位准备出的这一帐 美朵莎在出完了冰炎 这个冰炎以后下一个装备是补 哎呦很快的补出来那边双刀啊 补出来双刀以后下一个装备做补迭 嗯 再过一会儿 再过上个 十分钟吧 再过上个十分钟 美朵莎就可以扛住对面所有人的输出 扛住对方所有人的第一轮集火 然后再反打 他说OG第二把上传了不 OG的应该传完了吧 OG的传就传我爸 呵呵我不理解 好像传了 OG对Spirit的第二场比赛 国内里边好像没传 这边大圣是秒掉了一个Lelion 秒掉Lion以后 这边又看到了对方正在TBA大牛 不过大棒子刚才刚刚交掉 OG对Spirit的比赛我 我稍微看一眼 我确实不记得我传没传了 这两天为了保证那个直播尽量顺畅 上传 限速开的比较低 OG对Spirit 那就是国外这边传完了 国外这边我可以两场比赛同时传 B站那边只能一场一场传 同时传的话 就是 传完的这个先后顺序问题 会导致后边的那个比赛 如果是先打完的时间比较短的话 可能会弄完这个顺序 这波VP是选择一波开悟 船长的BKB出来以后 其实他的下一个装备是准备出了一仗 那仗还没有做出来 队友这边的质变装大屁股 已经是有了一个赤孔甲莲花 加上阿托斯 囤队装该有的就有的差不多了 然后 卡尔现在身上是点金BKB 加上一个魂之灵魂 技能点方面 四级的兵满截雷 再加上五级的虎 他说刚来 这是今天最后一轮比赛了吗 对 这个是最后一轮比赛的BO3 第一场 团队经济方面咬的非常紧 这场比赛不得不说一句 就是这个大胜确实打得很不错 他在没有出任何刷钱装备的一个情况下 然后全场比赛一直在尽可能多的 跟着队友一起去打架 而可以把自己的经济保持在全场第一的这个位置 跟对方美杜莎持平的一个经济 实属不易啊 说实话 他的补刀数比美杜莎足足少了100个 少了100个补刀跟对方的经济持平 这块卡尔直接选择是开启了自己的一个BKB 加上一套技能打对方的大牛 但是伤害不够 大牛这个地方是原地踩 结果卡尔一发天火 直接把他一起杀掉了 另外一边队友这边接了一个控制 然后躲开对方大胜的追击 成功撤退 这一波Spirit在从地图的下边绕到上边 再回到下边 前前后绕了地图一整圈 只杀掉了对方的一个大牛 我这块留住的这个大屁股 布兰居然给拉 那这样的话没了 肉山盾的刷新时间还有一分半 正好VP是可以在所有人复活之后 这个肉山盾会刷新 看看在肉山盾刷了以后 Spirit能不能够去 再抓到对方一个 或者两个 哪怕抓到两个酱油也可以 赶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妙的 看看这波船长的这个船 时机刚刚好 大牛角CD踩进去 大胜 大胜这波是抢到了肉杉盾 肉杉是得挺为军团打掉的 淘气给一个大招以后 大屁股这块的大招 能不能把美杜莎带回去 带回去了 可以 这波团战打下来的一个结果是 Spirit这边拿到了肉杉盾 但是肉杉是被对方给打掉的 肉杉的魔精也拿到了 还好 魔精按照这场比赛 他们的阵容可以考虑 优先给到 他自己或者给卡尔 他自己或者卡尔的收益 应该是最高的 大屁股就要跟自己的队友 框住了对方的一个蚂蚁 然后这边Lion给上一个陈刺 但是身上这红枢打不掉 有点尴尬 黄枢打不掉 让红枢咬死了 我让你回来了 看到对方潮汐以后 直接被给了一个脚线 然后这段是H1A帐的洪流 秒掉对手的霍伦捊 以后对手现在缺少一个有效的单体控 潮汐跳到了这个美杜莎边 让给毛鸡 但是他的天堂刚才已经用过了 大招也还在CD 霍伦之间选择买火以后 大屁股这个地方在疯狂输出敌方的大屁股 这个大屁股扛了好长时间 这里再给上这个火羽 不过并没有扛住 最后自己被击杀掉 这样的话大屁股和Lion Lion是之前死的 大屁股这时候跟对方的霍伦之间一款一 看一下这里 这个美杜莎被对方睡住 以后不理这个美杜莎 这个美杜莎被霍伦之间拉住 船长现在有点管不了 卡尔自己给上一个陨石 然后自己被缴械了 美杜莎这个地方开大 把对方的人反身留住 带走对方买火的霍伦之源 队友开始出来往外追人 这波打下来 现在VP是落后4000经济 15比23的一个人头数 美杜莎这波在前面 对方一直没有什么人理他 用霍伦之源的睡和一个潮溪的天堂 来针对这个美杜莎 不让他去给输出 因为现在知道打不死了 已经有点 强杀这个美杜莎 现在除非是在他落单的一个情况下 否则的话很难去完成对对方击杀 他说说大屁股在疯狂的对对方大屁股输出什么 那好吧 我把大胜说成大屁股了 玩这俩英雄这个亲兄弟俩 姓氏一样都姓大 偶尔认错了没办法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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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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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中文字幕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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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高的两个最关键的大屁股和大牛都死了 他们都被打死了 这个下路高地和中路高地高货以后直接过来踩第三路 美兔杀还有不到20秒 大屁股40多秒 对方一看我拆你两路你还没买活 那你肯定就是没有买活呀 直接拆三路 圈杖在自己家基地里头开了个洪流 三路高地高破 那么这样的话 对方应该是可以找机会再打一波抗战 就直接结束比赛了 现在对VP来说出了门了 这场比赛这个对面的大胜确实有点东西啊 你别说 他在全场打架的情况下 经济能够一直跟对方的美兔杀咬得很紧 这个真的不容易 补刀方面现在美兔杀有470刀 大胜一直是比这个美兔杀少了将近100个补刀 但是经济能咬得住 话说过来 GPK的这个船长学莫言的船长还是学的 不太像 不太像 船长这个英雄吧 是一个挺神奇的一个英雄 就是这个英雄呢 总有一段时间会有很多人拿出来用 但是最后能把这个英雄打中单 用出来效果的 往往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这波大屁股 两个推推 直接走一波 把大屁股救起来以后 大屁股这里选择是开大 把自己的对手带回去 说为什么外国人喜欢用中文的 中文语音的轮盘 因为中国最厉害吧 看看这波 卡尔一个冰墙 再加上一个追波 卡尔这一船长开了个红牛 潮西直接给大秒后排 两连大招 钉住美杜莎 美杜莎已经被打空蓝了 这个时候看一下 美杜莎第一时间还没有死 船长过来给上一个船游 但是NF这个地方 已经被打得没有蓝了 没有蓝的话 他不敢打了呀 直接再一次A死 对方的美杜莎 船长也被带走 可以GG了 这样的话就GG了 美杜莎没有买活 美杜莎这波没有买活 船长选到了买活 不过对方已经不怕你了 北海的代码是涵地朝的 呃 呃 回去了 我怕美杜莎有满佛 你必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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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上对方还买活了一个大牛 Lion现在是用买活的 肉身已经刷了 可以打个肉身盾 大圣身上的装备 现在是刷新冰眼BKB 暗灭香味加上一个血旗 阿尔里边跟了一个力量跳 铃脑猪跳BKB 飞鞋冰甲 潮吸声 grab刷新了 impacted enfin说一下 BKB,其实呢 伞食不喜欢 但是可以变得用 没完了 ита 来的4 对于又是被对方先手 长期给大 抓新第二个大 然后直接秒掉 100秒的美兜莎 这回终于是有了买活 大圣这里大招交不来 强秒 船长这波活不下来了 美兜莎虽然是开了大招想救 但没有救下来 这样的长长买活死 大圣已经开始点拆基地了 大圣开基地 拆基地 然后长期这边是追着对方的美兜莎 再给毛基 然后给天堂 各种篮基地的东西 来这里给上一个抽篮 但是自己已经没有坦房了 大圣这里再交一个大招 开着BKB 强拆基地之职 好 恭喜VP的对手 Spirit 双方VOO 三的第一场比赛当中 是先下一城 而且这个是 东欧赛区的一个内战 第一个能够去 打掉自己东欧霸主VP 可以说VSpirit 这场比赛的表现是相当的出彩 另外就是这场比赛 他们在整个 一个阵容 实际上并不算占优的情况下 他们这个大圣这场比赛 确实是越打越勇 后期的潮汐 有了刷新跳大以后 对这个美兜莎的压制力 也是表现的淋漓尽致 不得不得不说一句的就是 Spirit这个战队 他们的三号位 潮汐在此前的比赛里边 到目前为止我没记错的话 胜率好像是百分之百 如果没记错了 好像是百分之百 然后将比赛给大家做到这里 我是三号大叔 咱们稍事休息 下场比赛见 我们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